喂,早晨,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这个天命新闻报道,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天命 讲完了民进党和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之后的预测 讲完这个阿文哲的民众党 民众党在今次2024年的台湾大选其实是打出了亮丽的一仗 叫做打破了两党独大的局面 以这个369万26%得票率是三分天下 叫做真是艺术吴三国鼎立 另外一方面在立法院也得到八值成为关键的小数 理论上能够左右到国民和民进两党一些重要的议案 到底他们里面的委员会是怎样组成呢?就看看他们怎样安排 当然立法院的院长选举 他们会支持哪一边都很为人所关注的 这次见到阿文哲是非常之非常之成功地真是将中间选民成功归边 即将一些不满民进和国民两党的选民揽进了 之外在空军那方面也真是大军压境 当然也得益于赖清德 他们在党内和电视的民调 他们都稳粗胜券的情况下 是没有做很多宣传的活动 无论是一些公开的场合 赖清德主要都是出席一些大学的交流 真是一些真是给他宣传他总统大选的一些声势活动 基本上都是他们党内自发去做的 在网上真是见到阿文哲是大获传承得好教官 另一方面他另外一个猛将 王国昌老师在网络上的声势也非常之强劲 所以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想当日阿文哲是搭王国昌的话 有机会的得票率可以再冲上去 跌都未顶 这件事其实是见到一个台湾的新景象 但是在这个阿文哲打破了两党独大的局面之后 他是备受争议的 第一不停被人攻击他们是邪教式的宣传 事实上也是的 阿文哲在民众党的形象基本上是至高无上 而他们党内内外都明白的了 阿文哲一辞职其实整个党就会散 因为这个党是真是一人政党来的 也都很倚靠阿文哲的个人崇拜 那才可以凝聚到这么多人走过来支持他 甚至是参与去政党的一些政治工作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 其实民进党和国民党都有用邪教形式去做一个政治宣传 又或者这么说 政治这件事其实离不开过一种形式的宣传手法 例如民进党以抗中保台变成一个宗教式的口号 其实这件事跟国民党说投票给他们就不会打仗 经济就会好 这件事其实是愚出一切的 所以当他们两党旗下的电视台不停攻击 甚至他们的质疑 不停攻击阿文哲民众党 他们是邪教 他们是一人政党 阿文哲就是邪教教主 讲到好像张无忌摩教教主那样的时候 其实其他政党都是用相似甚至相同的手段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没问题的 不过也都必须要承认 去煽动民众 将他们的情绪变成一种行动力 最有效最有效最有效的方法 一定是驱动他们的情绪 而他们最容易驱动的情绪 一是愤怒 二是仇恨 三是恐惧 这些都是一些很负面的情绪 所以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见到阿文哲的支持者 他们除了很死忠地支持阿文哲 深信阿文哲 阿批能够为台湾带来新的文化 新的景象 甚至乎是改变国民和民众两党 一帮既得利益者 把持着很多不同的旧有的制度 去继续获得他们的既得利益 与此同时阿文哲的支持者 都不停地疯狂地攻击民进党 所以在这次见到虽然三个总统候选人 但其实侯友宜和阿文哲的相处相对平和 这个亦衍生了蓝白峡的事件 先说明一下 从一开始我已经反对阿文哲 是跟国民党合作 因为本身我再一次强调 我不认为他们两个加上是一加一大于二 甚至会是少于二 甚至是等于一 其次就是 是强调的 即是当时说是1.5%还是3% 还是6% 现在算下是强调7% 当然那种计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台湾大选是三个人的 OK 但是他们党内的民调是两个人争 可能中间有落差不知道 但是这件事对阿文哲其实都蛮大损伤的 无论是蓝白峡对他的声誉诚信 还是他当天说 让3% 让5% 不是 让6% 然后到最后 原来让多少%你都会输给侯友宜 然后才被人说 喂 你当天又说选了选过赢的 然后你连侯友宜都赢不到 你怎么看阿文哲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因为很快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大家就会淡忘这件事 因为民众是比较羡的 但是说起蓝白峡 就不得不提 曾经的国民党大仗宋楚瑜 我个人是觉得 就算这次阿文哲打了一场非常亮丽的仗 很多不同台湾的评论都认为 其实阿文哲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第一 他第一次参选 作为一个新的政党 他有369万票 26%的票率 第二就是在立法院得到关键的 少数议席那8席 那么 所以很多评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但是我认为不是的 我认为这是他的死局 甚至他有机会跌下去宋楚瑜陷阱那里 就是越选越台越选越输 然后变成挂名选 就是 总统的提名他一定拿得足的 但是总统的宝座他能不能够 染指到我觉得这个机会 其实今次是很反映到他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再一次强调 今次的得票率看到 40% 33% 26% 其实阿文哲已经是发挥尽了他的极限 将所有中间选民归纳在他旗下 他能够打的 并不是投票率那71%的人 而是没有投票那29%的人 而要去移动那一帮人 无论因为他们是政治冷感 还是因为他们要工作 没有空投票 还是不同的原因 其实要移动这一帮人是很困难 因为一个民主国家 其实他的投票率去到七成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他的死局 因为其实他今次真的玩尽了 将所有能够调动的空军 无论是自带干粮的 基本上99%都是自带干粮 因为他有钱 还是他自己旗下的民众党 民众之星那些不同的频道 他自己个人YouTube的直播也好 其实他的中间力量和空军 都已经调动了 接下来能够期望的 就是下一次台湾大选的手头族 他们里面相信 会有超过50%的人 是会支持这个阿文哲 以今届手头族 当是一百万人 下一次的手头族 当都是一百万人 基本上你预认他下次如果中出来选 而他没有大过错的话 可能有400票 甚至超过400票都不出剧 但是在台湾选举 过400票是不够的 抗中保台这四只金七大志实在太好用了 还有民进党他旗下的无数质 亦再加电视台铺天盖地的抹黑和宣传 还有个政治操作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我真心相信 阿文哲未来的总统大选 就算他的得票率会进进一步 都好 其实都不会赢得到 是的 再说 这个为什么是另外一个死局呢 就是除了刚刚说到他的支持者已经用尽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他党内的矛盾问题 再一次强调民众党 阿文哲的政党是一个一人政党 就算现在黄珊珊也好 还是黄国昌也好 他们有很强的政治能量 但是他们都取代不了阿文哲 而阿文哲我认为他最需要做的 第一就是 试水温下一届 就是说两年后的九合一大选 机会很渺亡的了 因为基本上国民和民进党 在地方势力是民众党没办法撑动得到的 那么他要做些什么呢 他去选这个市议员也还有机会大一点 选市长院长很困难 所以他要针对的就是派人选这个市议员 和理长 而要去做到这两样东西 又很涉及不同的地方势力 那么变相 你一直都很宣扬的清廉 一个务实科学理性 然后你为了九合一大选 获得这个地方的力量支持 而与地方势力勾结的话 那会不会令到民众对民众党失望呢 这个此其一 其二就是民众党是一个很 没有办法地不承认是一个相对公理的政党 哪怕我真心相信黄国昌老师进入这个 加入这个民众党 最后现在成为了这个不分区的立位 都好 他不是为了利益进去都好 但是有很多人是抱持着一个公理主义 就是我本身在民众党 不被 叫做我被态慢的 我不被重视的 我在国民民众党 我是被人投行置散的 我就去这个民众党那里试 那民众党又缺人才 他又会当那些人是保 那变相整个党其实 这里帮手宣传一下 早前我和哥哥的其中一位新主持 康斯 戴眼镜 清清瘦瘦 讲话很厉害 思思文文那位 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有学悉的人 我们聊起来 他说到民众党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没有核心理念 是的 我认为他有点的 但是他现在也应验了康斯他的说法 就是由于大家没有一个很强的信念 没有一个很强的核心理念 聚在一起有很多人都是为利益 公理主义者 投机主义者 所以现在的党就算在台湾大选结束之后 那个饼子分得不坏 分不坏的情况下 那些作乱的人就开始走出来了 喂 其中一个就是国民党的钟小平 这个不是邓小平 是钟小平 他在国民党和民众党之间是反复樊跳 还有另外一个叫蔡碧鱼 是的 那这些人其实都很大事的 喂大哥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民众党 结果你下面那些人 除了某几个 当然黄珊珊以前都是新党出身的 新党是香港人 一定会和台湾大部分 就是一个本土意识强烈一点的人 都非常不喜欢的政党 喂 你旗下那些人在反复樊跳 那你本人又治你不好的时候 我怎样再投信心一票给你下面的人 OK 就算我相信你OP也好 那这个是其一 那其二呢 我自己觉得 OP 来近这几年 除了不停试水温之外 还有找这个叫做对政治冷感 尤其是对政治厌恶的 没有投票的那些人 那最后一件事 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培训多些政治明星 和接班人 只有学者 黄国昌老师 黄珊珊 喂大哥 他连副总统的人选 我自己觉得 都不是特别出色的 喂大哥 所以他需要培训多些政治明星的时候 他又没有这个政治的平台 一个舞台给他们发挥 OK 然后又没有资源 那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纯靠空军吗 我觉得靠空军是可以的 但是 这件事在今次的台湾大选看到 原来 只是靠空军 原来是撼动不了不同的地方势力 你看到 今次的台湾大选 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哪怕 阿文哲的投票率 是真的 即是得票率都真的挺高的 但是全个台湾地区 不说国家 这件事 基本上是 完全没有竞争力的 他在一个地区上面 OK 基本上不是侯友宜 就是赖清德 他在一个地方的影响力 是微乎其微 而九合一大选 也都很拼党内 和地方资源的情况下 他能不能够在九合一大选 获得不同的岗位 从而得到不同的地方之源 去撞大自己的党 我相信这是他非常投行的一件事 不过阿文哲是一个能够带给人惊喜的人 他是一个 想当日他做过两届台北市市长 这两次其实都对于台湾的政界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很振奋的惊喜 当然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来说 是不振奋的 因为九成的人都不喜欢他 但是如果他能够再创造多一次奇迹 能够再在 现在这么死局 这么局限 这么乱局的那个空间里面 再变出新花样出来 然后做到一个突破 再培训到多一些他党里面的政治人物走出来 让公众认识 让公众对他有信心 那么下届的九合一大选也好 还是下届的一个总统大选 他的赢的机会率会再高一点 不过暂时来说 哪怕成余的那些政治评论所说 真的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打出最漂亮的一张也好 现在其实他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是一个死局来的 那么今次的新闻报道就来到这一段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应该明天才会有其他新的视频 即是可能恒大清盘 或者是新纳水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新闻 应该明天才会跟大家说 那么我们下集新闻报道再跟大家见面 喂 拜拜你条尾 哎 鸽在哪里 糟了 噴到头盔都是蒸气 看不到那个滑鼠镖 哎 见到 拜拜